另外我们来看到是台湾摄影要上了国际舞台 插画家陈崇宏参加了欧洲最大规模的摄影大赛 获得24个奖项 创下台湾的参赛者最佳的记录 其中有一项得奖作品制陈崇宏 在太阳花学运期间 用手机所拍下的抗议画面 因为具有台湾的文化跟特色 获得国际评审的肯定 奔驰在非洲的大草原里 还有可爱的南极企鹅站立在雪地中 这一张张的照片 透过数位后制成360度的景象 可是为台湾小孩呈崇宏 拿下欧洲规模最大的国际摄影奖 法国批成三最高荣誉 金奖 平常的视角这样地平线这样看过去 我觉得好像太过普通 所以我就试着做一个重新的诠释 来诠释用地球这个圆的概念来表达 来传达地球的另一种角度的美 还有这张太阳花学运的抗议照片 因为充满了台湾文化背景和特色 拿下杯专业组新闻类奖项 让世界看见台湾 我觉得那当下很安静 可是却有某种的一种氛围跟力量 那我其实那时候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气氛中 我很想把它留下来 所以我就手机拿起来 赶快把它拍了 一笔一画 陈崇宏在个人工作室里用心创作 画画是本业而摄影 则是他抒压方式 但其实创作这条路 陈崇宏走得并不顺遂 出生自公务员家庭的陈崇宏 高中就读宜兰农工电机系时 曾因为没兴趣成绩太差而被退学 还好后来找到对美术的热忱 拿到台诗弹美术系的硕士学位 成为职业插画家 过去这几年 陈崇宏走访了五大洲 最远到了极地 撒哈拉沙漠南美洲等地 花了两百多万元的旅费用相机 记录感动 也让他拿下24项国际摄影大奖 创下台湾参赛者最佳记录 圆了梦也为台湾争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